我叫琵琶 我現在住在上海的一個高層公寓裏 我現在住在上海的一個高層公寓裏 整個房子大概有260坪吧 雖然是租的房子 但我卻花了160萬的設計費以及裝修費 這個房子是給我男朋友的情人節禮物 這完全不是一個正常人類的家 有很多造型比較誇張的家具 從08年開始到現在我應該算是一個網店店主 我記得銷售額最多的那一年大概是有7000萬 本來我是在杭州生活的 但是因為男朋友的原因最近搬到了上海 一般來說都是晚上活動 所以我比較喜歡幽暗一點 我跟設計師溝通的時候 會讓他們把牆面做一個深灰色 比較的塑敬 做了一些雕化的裝飾 整個房子基本上可以簡單地分為休息區和工作區 客廳是我的休息區 視覺衝擊力最大的還是牆上的木雕 它的中間是一個很多顏色組成的茶几 客廳也沒有什麼大沙發 只有幾個小椅子 也是用不同的材質拼接的 比如說像皮質、羊皮、還有一些原木 客廳的角落裡有一個圓形的掛爐 因為我們家的貓特別喜歡它 所以現在它是一個貓窩 我平時比較少待在客廳 待得比較久的反而是工作區 我的工作區最主要的就是要一張非常大的桌子 因為我需要有很多的道具可以放 並且還可以拍照 我們家整體的光線比較暗 所以我就讓設計師幫我設計了三個並排的一個燈光 這樣的氛圍會讓我覺得我只投身到我自己的工作中去 不太會被別的東西干擾 我的工作序邊上有一個繪畫區 這一塊是我整個家裡面採光最好的部分 配合綠質加上我的畫架 是我夢想中的一個畫畫的地方 工作序邊上是我的餐廳區域 我做了一個圓形的小的吧檯 再加上一張方桌 黑色的 比較容易打理 我平時完全不做飯 每天都是叫外賣 每次我吃完飯之後 就基本上用濕巾擦一下就可以了 我現在是和男朋友一起住的 我們倆暫時還不考慮要小孩 但是如果真的有小孩的話 我也是準備好了嬰兒房的 這個嬰兒房的風格和整個家裡就很不一樣 它是粉白色調的 我小時候其實家境還蠻不好的 我從小到大因為父母的原因 大概到現在也已經搬了幾十次的房子了 雖然我現在已經快40了 到了我這個年紀 其實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這個房子我簽了兩年的合同 每一套出來的房子 我都會好好裝修 因為對於一個人來說 人的一生也就是幾十年 每一天都很重要 每一天都要過得開心 我都會有事 我都會想要多久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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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